电视剧已经播出了一打扮,扶瑶和无极两人也终于走到了一起,而湛北也现在依然喜欢扶瑶,还认为是扶瑶将自己救活的,可怜的亚兰猪为了湛北也差点失去了性命,还好只是双目失明都那么虚弱了, 还惦记着给自己的五哥哥添暖炉炭火,和他最爱吃的鹿肉,只是躺着的湛王爷以为这份心意都是来源于浮游,只是看到亚兰猪变成这个样子,小七顿时隐藏不住自己的感情了,之前湛北也独自去了格亚沙漠,而亚兰猪只好回到穷街,还是小七送猪猪走的,看到小七面对猪猪的眼神,就可以发现其实在那个时候,小七的心里就已经有了猪猪, 只是这一次,看到猪猪为了救战北也失明了,小七终于不再隐藏了,而是大声的指责猪猪,你是不是疯了,看似是指责的话,可是眼泪还是止不住流下来了,这个时候的小七终于不再隐匿自己了,看到亚兰猪这样对自己, 其实小七的心里,满满的都是心疼看到之前浮游受伤的时候,小七最多就是着急,可是面对亚兰猪的时候,却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,小七终于不再披着那层厚厚的伪装,在亚兰猪面前暴露真实的自己,这样的一幕也让人觉得非常的揪心, 自己喜欢的人为了一个不喜欢他的人付出了一切,但是亚兰猪却丝毫不在意自己会使命,反而使让小七瞧点声,不要吵醒战北也,还在一点一点的交代战北也的爱好,还有一些注意事项,还告诉小七千万不要告诉战北也是自己救了他,小七虽然不忍心,但因为是亚兰猪的要求,还是含泪答应了,小七心里的那个人,一直都是亚兰猪吧, 小说中,小七除了对福尤,没有喜欢过任何人,而战北也对这个为自己付出一切的女子,也没有任何的感情,最后孤独一生,但是电视剧中这么隐线,是不是只是为了刺激战北也,让战北也珍惜朱朱,最后走到一起,有没有和小编一样,期待战北也和小七之间,有一段争夺亚兰猪之战呢?